難怪你能夠到這邊來 大家都知道說我演講其實是沒有固定的簡報的 所以是要靠大家的手機來決定我要講什麼 其實大家都已經非常自動好 就是已經開始掃了QR Code 上面還有一堆問題了 好像不是需要我來解釋 不過還是解釋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 那有mine你們家朋友那個地方就可以 會跳出一個視窗那個視窗就可以了 或者如果掃不到QR Code的話 也可以手動進入這個網址 slido.com 然後輸入12023 請號不用輸入 不管是你是掃QR Code還是使用slido.com 然後輸入12023 都可以進入這樣子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現在是9點51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演講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而且中間不休息嘛對不對 是吧 好中間不休息 那當然大家如果需要這個就是 進行出水無所謂 對那但是呢 在通常這麼長的課裡面 大概學生到底20分鐘就會開始想要滑手機 然後想要找一個東西按讚 這是現場的一個實況 那你如果到40分鐘還不讓他就是滑手機的話 他手會開始抖 那就是有一種階段的一種症狀 這都是實際的情況嘛 那所以就是作為教師要跟學生搶手機的注意力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很多現場碰到世界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只要有一個人開始畫Instagram 看到一個梗圖哈哈大小 那他旁邊的同學就會被吸引過去 然後你的課堂你講得再生動 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呢解決這個方法 就是在第一時間就運用一個QR Code技術 把大家的手機徵收過來 然後變成我們的教材教法的一部分 就是教具的一部分嘛 那所以大家手機現在就是課堂上的教具了 那這個原理是這樣子 因為你可以按讚 你如果覺得別人問了問題 你也想要問 你按讚就好按 按讚他會立刻往上佛 會跑到上面 你PO到Instagram上面 PO到D卡上面 你要等十分鐘才會有人幫你按讚 因為不是大家隨時都在畫 但是那因為現在大家要注意到課堂上面 所以呢你只要一PO 瞬間大家就按讚 按讚立刻就往上跑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立刻獲得滿足 Instagram Verification 它這個滿足感是比Instagram要來得高的 那所以也就是它的成癮性 也比Instagram高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學生就會對你的課程上映 而不會對外面的那些什麼東西上映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大家要注意力 就無論如何還是在課堂上面 因為這也像俄羅斯方塊一樣 就是說 就算第一個問題 最高票問題你沒興趣 第二個第三個問題 可能你也有興趣啊 所以你就會等老師講到第二個 或第三個問題的那個時候 這個叫做Crossed Agenda Setting 就是群眾來進行的移程的設定 所以這個其實因為是免費的 那中文是我翻的 那然後這家公司現在正在被那個Cisco WebEx 並購 說不定大家商人去教學 根本就已經是在用WebEx了 所以其實這一整套都是 就是非常順利成章的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什麼額外的資安啊 或者是這個它沒有中文版啊 或者要付錢啊 都沒有這個問題嘛 那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為什麼我在長時間的課程 還可以讓學生不睡著 靠的就是這套軟體啊 或者是他不會去划Instagram 好 那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欸已經有這個十個問題了 那同一集好像那個流名有一點就是 有點低 但沒有關係喔 我們就假設大家都已經掃到QR Code了 那或者是已經建入這個網址了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掃不到的話 那也可以舉手 那舉手我們剛剛有數位麥克風嘛 數位就是不止一位喔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是有好多位麥克風 所以要舉手的話 舉手的優先順序是高過在silo上面的 所以你隨時舉手 如果你掃不到或者 剛好手機壞掉 或者是沒有帶手機 或者是坐領遊手 不肯幫你聽你的問題的話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只要舉手啊 那你的優先順序是高過 在這個螢幕上面的優先順序的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空間結構 大家應該OK嗎 OK我們就開始了 那 有人說我語速真的好快 你看最新的問題是在 這個臨時動議的這一區喔 就是最新PO都會跑到這邊 那也就是 因為有些人他不是要按讚嗎 他就是要PO一些這個想法嘛 這樣子 像什麼冷氣太冷啊 冷氣不夠冷啊 這個什麼直播又有點卡卡的啊 什麼有時候就會在右下角 這個最新的去這個冒出來 那這很好 因為這可以讓你及時的知道說 有哪些程序的問題需要排除等等 不過因為語速很快好像不是一個程序問題 這只是一個觀察而已喔 所以我就繼續這樣子語速快下去喔 除非有人認為我應該放慢速度 好 那我們就就開始了 有14位朋友問說 在社群裡面人往往是最難的 所以價值做的都在做兩邊的 你總有什麼策略 然後他們願意做一下談話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這邊其實有台灣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那個同婚的一個例子 可能可能還沒有比這個更好的題目 所以我就先用這個題目來來進行討論 而且因為這個姓平跟那個這些要融入這個素養融入教學嘛 那而且還有那個愛心媽媽嘛 那因為都很有愛心 可是每個的愛心可能是在我們知道 光復和價值不太一樣的地方等等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大家現場碰到的最謙生的問題之一了 那所以我暫時先用這個來當作的例子 在當時我們在就是設置公共聖書的產業平台 就是社會join平台開來臉書的時候 那其實法務部也有把我們的這個題目 就是同婚的這個題目放上來討論 那本來join平台沒有幾個人知道 他一PO上來之後就上外人了 所以其實真的很有用 就是本來join平台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平台 為什麼他今天可以變成一個 已經超過台灣人口的一半 這個一千多萬人都用的平台 就是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 的那個連署案 就是這個 就是癌症免疫細胞的那個案 跟第一個討論案 中開講的那個案子 就是同婚的案子 這兩個都 因為你知道一個是人民觀天 另外一個是社會價值 所以這兩個勾人器的案子 一下就把這個平台弄到 比較多人聽過join平台的這個程度 那所以他當時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這條平台上面 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事情 就是說大家對於婚姻兩個字 看到同樣兩個字 腦裡冒出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它的價值真的是坐落在左右兩邊 很多在2007年以前結婚的 或他的小孩在2007年以前結婚的朋友 大家知道當年是還有儀式婚的這個制度 什麼是儀式婚呢 其實是兩個家族聯姻 那那個結婚的只是家族的代表 所以這個去結婚的 其實他本身不需要成年 對不對 16歲女生就可以去結婚了 那可是他根本還沒有成年 他離成年還有四年 那為什麼一個離成年還有四年的人 可以去結婚 而且因此就成年了 那這個唯一的解釋就是 他是代表他的家族 好像沒有什麼別的解釋了 對不對 那所以就是說在207年以前 就是聯姻的朋友們都是覺得說 我們兩個家族在一起公開辦一個很盛大的婚禮 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 當然每個信仰不一樣啊等等 但無論是什麼活動 只要它是公開活動 這個婚姻就已經發生效力 所以你什麼時候去登輯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好像說 小孩已經出生了 開始出生了嘛 你什麼時候去做出生登輯 你總不能說 你以前他沒有出生吧 這是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儀式婚的概念 可是呢 隨著世界的改變 2008年之後 變成了登輯婚制度 登輯婚制度 登輯婚制度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人 他找證人 然後跑去無尊師徒所登輯 是那一刻 結婚才生效 他們說不定雙方家長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是所謂私奔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還有效力啊 不是沒有效力啊 那所以很明顯的 但婚姻的重因就是 婚在婚上面 這個因子是連帶的 那就是他會是 某個人的兒媳 某個人的女婿 這個當然名法上 他確實是某個人的 這個之類 就是兒媳 或者是女婿 但是其實說不定 他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家長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結婚還是生效 所以其實我們在 在同一個社會裡面 存在兩種 對婚姻的想像 一個重因放在婚姻的營上 一個重因放在婚姻的婚上面 所以當時在join平台這樣一討論 非常明顯 就分成兩邊 而且兩邊都是對的 他真的以前結婚是有效力的 是連姻是有效力 一世婚有效力 現在登基婚又有效力 雙方都不能說對方沒有效力 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當然雙方就有一些動員 這個大家也知道 把這個一個視線 兩個功口等等 但是在這裡面 比較少人知道的是 在join平台上面 曾經有過一次 就是伴侶盟的朋友 跟護家盟的朋友 理論上是兩邊 比較極端的兩邊 曾經坐下來 而且好好談過 而且還談出過一個 粗略的共識 那個題目是什麼 那題目是 不是異性戀的 這個可能還沒有結婚的 因為當時同學沒有發話的 婦女 有沒有人工升職的 這樣子一種權利 自己決定要取得 人工升職的權利 因為不管人工升職法 有什麼保險法等等 它都是在那個 一新年婚姻的那個架構裡面 所以我自己想要成為單親媽媽 或者是說我現在其實已經有一個 同性 或半個時間我還不能結婚 那所以我事務上就是一個 單親媽媽的這個情況下 那到底要怎麼辦 要不要合法化 那這個題目因為非常具體 所以其實雙方是願意坐下來談 那我聽起來他的 為什麼他願意坐下來談 是因為他真正的利害關係還沒有出生 那個小孩還沒有出生 這是一個未來的情況 我們討論的題目是 怎麼樣確保說 不管是單親或者是非異性戀的家庭 反正就是跟目前的人工升職法 就是保險法 想像中那種家庭不一樣的小孩 不要因為他出生 所以在這個社會上面 他的發展的機會比別人差 或者是受到歧視或怎麼樣 這個題目 這兩邊的人都同意 而且都覺得應該要把社會作戰 不要說來歧視單親媽媽 或者是這個非異性戀家庭的小孩 因為小孩是無辜的 對 那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你只要是往未來想 這個由創而新 就是只要是新的 那其實雙方是願意來討論 那你如果是往過去想 這個叫做由創而上 就是創商的方向 創新的方向 那同一個字 這個破印字 念念不一樣 對 那這個情況下 就是你如果是想過去 那就會冒出一些 就是知道什麼 摩天倫結婚這樣子 那這個 就是很難去做 很實質的討論 但你如果是說 這樣子的小孩 怎麼樣確保說我們社會給他 完全一樣的 他實現自己的機會 就是沒有人反對 所以他們是可以坐下來談的 好 那你一旦坐下來談 累積出了一些 基本的這些共同價值 那其實呢 這裡面就有創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後來呢 發明了一個創新 這個大家都現在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把它叫做結婚不結音 結婚不結音 所以當現在同性的雙方去結婚的時候 他們運用的是一個 我們暱稱為超連結法案的這樣一個法案 它把民法裡面所有關於結婚的部分 全部都超連結過去 然後但是呢 必須雙方都18歲 那因為是兩個人的事情嘛 完全是婚的部分 因的部分已經丟掉了 那然後因親的部分 它不超連結過去 所以呢 既不會誰變成誰的兒婿 也不會誰變成誰的女婿 你不用特別去發明16種 或者也有人說是32種 這個新的家族名詞 因為反正不是姻親嘛 所以這32種家族名詞 你都不需要發明 那既然不需要發明這32種 這個家族名詞 那對於這些 就是之前是用一世婚結婚的來講 他沒有受到威脅啊 因為他的家族跟家族的聯姻 並沒有受到任何改變嘛 所以他這一部分 我們是選這一邊站 但是呢 登記婚的這一部分 因為大部分支持同婚的人 其實都是登記婚的這一部分的人嘛 所以那對他來講 他在意的就是權利的義務跟保護 他本來就也沒有想要去連接到殷勤的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策略叫什麼 叫做選每一邊站 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每一邊 我都是用他在意的價值 看世界的那個方法 然後去做出創新 做出來的東西 他最不滿意但可接受 因為沒有犧牲掉他那一方 對於世界的想像 或是核心的價值 甚至 對於這一邊 再過去一點了 就是伴侶蒙的 很多別的這些朋友 他甚至還可以 主張說叫什麼 專法優於民法 為什麼專法優於民法 因為你對 不是一起居住的 對方的陰性 不服服藥義務 所以這個時候 好像蠻好的 很多異性戀的朋友 覺得很羨慕 就是明明就已經不一起住了 我還要服服藥義務 這個好像很麻煩啊 等等這樣子一個情況 這個 那但是專法的那一邊 不需要服這個義務 那不過當然 就是說 這個是一種講法而已 我想陰性的那一邊 不會特別管這件事情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出 每一邊最在意的事情 然後讓他安心 安心之後呢 這個他就會做下討論 討論是一定要討論 一個非常非常具體的個案 而且這個個案是在未來發生的 那這個時候 就是理論上 就叫做重疊的公式 Overliving consensus 這樣在這個時候 你總是可以去找到 坐下來談話的這種感受 那有了這種感受之後 結婚不結意這種社會創新啊 就可以發生 發生之後 我們現在這是我們主要的 外銷的產品之一啊 這個日本也來問啊 代工也來問啊 到處都來問啊 只要你還有聯姻的這種概念的 這個東亞國家 我們這個社會創新很好賣 說真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台灣就變成一個 好像是象徵著社會創新 這樣子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那如果要追問什麼 你可以用上面追問 也可以舉手 並沒有表達 不要舉手的意思 好 有社會員朋友們問說 大家往往只談 社會成功的社群 能不能談在社群裡面 失敗經驗 跟誰錄裏程 可以啊 沒有問題 社會創新 不保證 它不會造成 別人的不好的購物 社會創新在全部指出 眾人指示 眾人主持 Everybody's business Everybody helps 只是說大家都可以想出 一些對公益有價值 值得傳播的這些理念而已 那結婚不結 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社會創新 那但是 就有些沒有那麼成功的社會創新 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2月6號的時候 有過一個社會創新 叫做口罩地圖 大家可能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當時在這個藥局運用實名制去買口罩的時候 我們如果單純的只去看藥局的存量 當時這個健保署是用一個表格的方式 在它的網站上面給人查詢每個藥局的存量 但是這個表格很難看 很不容易看 而且很容易當機 事實上那天就當機了 那所以呢 當時就有一個叫做吳振偉的朋友 他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界面 這個就是口罩地圖界面 那當然後來還有一些別的界面 像機關家 也許有人有過機關家那個界面 或者是嘉明綜藝對三角形的那個界面 後來有一百多種 那多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就說吳振偉的這個界面 這個界面它顯然很棒 因為它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讓你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說 你不要去哪些藥局排隊 因為哪些藥局還有 它是用綠色標明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所謂的參與器驗證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前面的人排隊 刷了一次健保卡之後 它真的五十八變五十六 然後前面的人這個拿了兩張健保卡 刷了之後 它五十六真的變成五十二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說它的這個可信度 不是靠大家相信健保署來的 是靠大家一面排隊 一面看火照地圖來的 那你如果看到它刷了健保卡之後 五十八竟然變成六十八 你當場就打一九二二 說鑰匙暗剛口罩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這個社會創新 理論上是可以節省 讓時間降低大家的風險 很不行 並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很多藥局呢 在同時同一天 發明了另外一個社會創新 叫做發號碼牌 而且也一串十四串百 所以很多藥師也都學到了 應該要發號碼牌 甚至鑰匙工會自己印了標準的號碼牌格式 讓人下載 因為他們覺得 連續曼星出房間的讀卡速度很慢 他不相信我們可以兩三天 就把它改成讀卡很快 那我們又改成讀卡很快 但他不相信嘛 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發了號碼牌 號碼牌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說他早上七點到九點的時候 你來把健保卡交給他 他給你一個號碼牌發完為止 他中午的時候慢慢過卡 然後他告訴你說 班晚你下班之後 可能七點到九點晚上 去那邊拿回你的健保卡跟口罩 然後把號碼牌還他 那他明天再發一次號碼牌 那這個確實也可以減低排隊人潮 而且你至少拿口罩的那一部分 是不用特別排隊的 因為是已經分散在一個很長的時間 去拿口罩 那所以可以很快的消化掉 就是排隊的上面的那一部分 他可以請很多的助理 因為他不用讀卡 所以你可以分成就是三個助理 然後去發號碼牌 這些甚至你一面排隊 一面發號碼牌 順便賣一點東蟲夏草什麼的 那這個都是非常就是常見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單獨來看 這個就是發號碼牌 真的也可以節省時間降低風險 單獨來看 口罩地圖也可以節省時間降低風險 可是兩個加起來 那就好像那個Mentos配上可樂一樣 就會爆炸 就會爆炸 如果有這個化學或滋愛老師 那為什麼爆炸呢 因為從口罩地圖的角度來看 滋愛藥局是一支一片都沒有賣出來 然後到了中午全部賣光了 然後呢這個之後又不能賣了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很像暗港 它看起來就很像鑰匙暗口罩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從號碼發問的那一刻 然後找到9點 一直到他中午休息時間顧卡 他中間還是要賣藥 他有他自己的工作要做 所以他中午休息時間顧卡 這三個小時 他的電話會被打爆 就是說 口罩貼頭上面說明明還有 為什麼你說沒有 所以就我附近的一家藥局 他的門口 就用A4紙貼了大大的 不要相信App 請看好 請看好自己一張 這個不要開題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挫折 算是一個失敗 心路歷程 就是那天晚上就沒有睡好 但是還是有睡法 那4月8號是起來 那個因為江明宗那個版本 一堆三角形那個版本 他有一個要是可以留言的那個留言板 我第一天不敢去看那個留言板 我就去睡覺 醒來之後那個玻璃心有稍微強化一點了 那強化完之後我就去看那個留言板 幾乎全部都是一堆驚嘆 人身攻擊 什麼這個非常難聽的一些東西 那但是呢 就是說當看到這個專業的五樓就出現 因為要是畢竟專業人士嘛 他真的就有人想出很好解決方案 什麼解決方案呢 就是分成兩個時段嘛 你在地圖上面說 比如說早上七點到九點拿號碼拍 晚上七點到九點這個拿口罩 你分成兩個時段標明嘛 你在這個時段之外不要顯示嘛 就結束嘛 對呀 為什麼我沒有想到 因為我不是鑰匙啊 所以鑰匙你就想到了 那是想到了 那我們馬上改 所以我們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我跟指揮官討論之後 我們馬上跟鑰匙公會道歉 說我們錯了 我們改 但是下個禮拜四一定改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四上班 所以禮拜四上班就改了 分成兩個禮拜 好那我以為就沒事了 但是呢 這個過兩天我出去到那家藥區 那個那個還在 不要小心那 那我就 那我就鼓起勇氣 就真的需要有一點勇氣啊 聽一下梁靜茹這樣 好那 我就鼓起勇氣 就走進藥區 問藥師說 就為什麼你還貼這個 我們不是已經分兩個時段了嗎 不是說 就是早上九點之後 這個其實地圖上不會再顯示了嗎 那怎麼樣 他說不是啊 其實他七點到九點發號碼拍 他七點半就發完了 有的時候 七點四十就發完了 所以從七點四十到九點鐘 他電話還是被打爆 他只是從 就是五個小時或半個小時很痛苦 變成一個小時很痛苦 但他還是很痛苦 所以他上面這個 就是並沒有要撤下來的意思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因為我有一個八字正言 開門造句 你行你來 我就說 那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要怎麼做 他說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你明天再來 好 那所以這個 因為我想不出來 好 那他想得出來 好 那我隔天再來 那我隔天又回到那家要去 當然我每次有跟他買一些東西 所以就是維持兩號的關係 維持兩號的關係 維持兩號的關係 好 那後來 他就很興奮 我下次覺得他很興奮 他說 這樣我問題解決了 而且他門口那個S是扯掉了 好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改程式 那所以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沒有改程式 好 那是不是你乖乖過卡了 不是 好麻煩 那他怎麼解決 他說 這我發現你們系統的後台 不過你要答應我 不要跟指揮官講 就是我發現你們系統的後台 那個我進幾片口罩 進銷唇系統的進貨的地方 我這邊可以打一個簡號 我可以進-500片口罩 所以他只要key-500 他的口罩存量 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58片 對不對 你只要key一個-500 他就變成-442片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來拍對人 反而要賣他口罩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OK 因為我們口罩地圖的程式 就是肩膀說的API 沒有辦法處理負值 所以當他看到他的存量是負值的時候 他就從地圖上消失了 他內力也直接消失 這個要是已經進入白帽駭客的那個 那時候是白帽 因為他有跟我講 黑帽駭客是不會跟我講的 OK 然後呢 他就晚上觀念的時候 他趕快在這個叫衝征 這是一個術語 他趕快再進500片 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就是發完號碼牌就付500 然後他晚上就正500 然後他隔天就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一樣的 繼續買口罩 他很高興 對 那但是呢 就是那偶數這個是 就只有你知道嗎 他說不是 要是群組都已經在出 但是生命會找到出路 但為什麼不要我跟指揮官講 很簡單 他不想被算帳 like literally 他不想被算帳 對 那我就說 不能這樣子下去 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就是 我如果說 那我把這條路封起來 你不能打個副號 那他那些S字又貼回來了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一個社群 這是社群 鑰師群組是一個社群 那口罩地圖這邊也是一個社群 他們現在進入一個好像有點這個 暗盤交易 恐怖平衡 那樣子的情況 那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我要做什麼 我可以什麼都不做 但是我什麼都不做 我好像有點對不起指揮官 但是我如果現在去改了 然後他們不能暗盤交易 那個S字又貼上來 所以就是 我要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那天又睡了八小時 我睡了八小時醒來之後 我就想到就很好的解決方案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覺得鑰師很辛苦 鑰師本來禮拜天 他都是非法不可 除非他是一個人的鑰師 然後有就是正當理由 他這個酒站 這個脊椎不舒服等等 只是要特殊理由 他一些原因 才能退出這個科特小明治 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真的當時本來指揮官就說 那禮拜天就讓鑰師休息好了 好 那所以我們本來就要使做一個功能 就是鐵門拉下來那個功能 就是因為禮拜天還是有一些鑰師 尤其它是大的鑰局 他可以真的順便賣很多動蟲 那種鑰局 他禮拜天是可以開門的 而且他很想開門 對 因為別人都關了嘛 這個生意就會跑到他在原來嘛 所以我們禮拜天並不是強制關門 而是說禮拜天預設關門 那但是呢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不要把電門拉下來 從口罩地圖的角度上面來看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設計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說 讓鑰師只要在禮拜天按一個鍵 他就直接消失 他禮拜天就不做服務的這件事情 那我就說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按鈴 就是鐵門拉下來這個系統 從口罩地圖消失的系統 我們改成禮拜一到禮拜六的任何時間 他都可以按 因為本來只有禮拜天才可以按的 我們說那我只是放寬嗎 讓他任何時間都可以按 他號碼還發完的那一刻 他就按就好了 就說今天我就變禮拜天了 我就休假了 這不是兩全其美嗎 他不用打一個-500 他也不用充正-500 他只要說號碼牌一發完 他按一個鍵 我就休假 我就變成禮拜天 那為什麼 因為我號碼牌發完了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那當然這個就是廢了一番唇舌了 但是就是最後說服健保守 所以健保守後來就施做了這個功能 那所以從那個時候算起來 其實已經過了好幾個禮拜了 但是最後呢 然後那個藥師就很感謝我 因為他不用在那邊打個-500 然後擔心被算帳 然後呢 這口罩地圖這邊 終於也是準的了 你只要還看得到他有口罩 他大概就是真的有口罩 所以到最後是一個 皆大歡喜的結局 然後我在下次去那個藥局的時候 這個上面已經貼的是 本店還有口罩 什麼之類的 因為大家對吸引到便利商店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裡面的失敗 我剛講的這一整套裡面的失敗 可能失敗已經三次 那每次都是非常凑折 因為真的本來以為 可以節省大家時間 降低大家風險的東西 浪費大家時間 然後增加大家風險 但是每一個的解決方式都是一樣 就是周轉嘛 主軸就是選每一邊站 周轉的這個創新就是 那一天要睡夠 睡到百個小時 那大概就是這兩件事情做得到 一直都還是可以做到這個 有創而行的這個情況 不過還是藥師非常辛苦 非常感謝老師 有一個追問 追問我都會回答 用過溝通讚 如何睡飽八小時 好的問題 我指教自己的經驗 我如果是睡前有花手機的話 我就睡不到八小時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我的大腦會覺得 手機是我的手的延伸 好像一個幻肌 這樣子一個感覺 所以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手機要拿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好像這個我幻肢會疼痛 就是一種疼痛的狀態 那這種狀態下面呢 就睡不好 而且睡不穩 是這樣子 沒有錯 所以呢我後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其實有一個簡單解決方法 就是觸攻鼻 大家可以發現說 就是我這個對手機螢幕啊 是戒慎恐懼的一個存在 所以呢 其實我現在只要比較長時間的操作 我都是隔一支筆在操作 那所以隔一支筆操作有個好處 就是我的大腦會覺得說 筆是筆 而我是我 那跟著筆的這個螢幕 螢幕是螢幕 我是我 那因為它的刷新率 不可能是到 就是60Hz 筆怎麼可能寫到那麼快啊 不可能啊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大腦會覺得 這是外遇我的一個東西 它不會覺得 這是我的神經網絡的一個延伸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把它放下來 我一點困難都沒有 我放下來就放下來了 就好像你拿一支筆這個 在紙上寫字 那你都把筆放下來 你筆放下來就是要休息了 那大腦就不會有一種 覺得說 你再劃一下嘛 再劃一下 一定會看到新的東西 就這樣一個情況啊 那所以到後來就是變成是 我所有的 不管是睡前 或者是白天 我只要能夠用筆的情況 比方說現在在演講 我剛剛如果能夠用這個觸控筆 用按摩Pencil 那我就絕對不會用手 那當然也不是到說 一定上面好像沾了什麼 有毒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放大所有小孩 伸我手 這個核心序名 就是我不是真的 不是 就是不是 碰螢幕 是一件壞事 不是這樣 是說一支滑 是一件壞事 那所以我要怎麼樣 防止自己一支滑 就是滑動的這個 動作 都用筆來做 那我如果用筆來做的話 我的大腦就不會覺得 它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真的都可以睡得很好 那所以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不知道大家 跟受其他關係是怎麼樣 但是我跟受其他關係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好 那 有八位粉們問說 現在是資訊爆炸時代美股 如果有醫院的話 都會有機會從各種換到美肌 有很多各種 去去資源 所以想請問 最會在當時代美股學校 價值得美股學生 更需要的基本能力 是什麼 那 開始 那個立法院的那個 比我念得很快 可能快到了 對 那醫師人也是 專業人 對 我們這邊其實 我想要問的是 其實我有點想要反問 就是說 學生更需要的基本能力是什麼 表示說 學生有一些 現在你覺得是基本能力 但是 其實未來也沒有那麼需要 對不對 那 那這些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腦裡沒有什麼答案 我也沒有什麼 因為 對我來講 我從小都是用PBL 什麼是PBL呢 就是 Purpose Based Learning 跟大家定義大概不一樣 但是 Purpose Based Learning的意思是說 我先想要達到一個共同價值 像剛剛我講的每一個專案 它後面都是有一個共同價值 那我為了這個Purpose 我中間去學任何學問 我去探索任何領域 我都不受到那些學問跟領域的限制 因為最後是要達到這個共同價值 就是Purpose 所以我中間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都無所謂 因為反正是往同樣的這個價值去去向 那這樣的好處 比起說你在特定的學科裡面 或者是特定的個人排名裡面去競爭 那就是 因為我如果有一個自己的價值 這個共同價值跟我旁邊 班上的其他人一定不一樣 那不一樣 因為是我自己提出來的嘛 那所以我就等於一轉身 我就跑到我自己的那個跑道啊 我按照定義 我就贏在起跑點上啊 沒有人跑這個方向啊 那所以 就是當你自己是一個跑道的時候 那你就贏了 你在一開始就贏了 對 所以這個不是Win-Win Solution 這個是Won-Won Solution 也不是那個Won-Won 但是就是說 你一開始就已經贏了 那每個找到自己Purpose的 也都已經贏了 你沒有說經過競爭才贏這件事情 你找到Purpose的那一刻就已經贏了 那這個時候 當然這個本來的 可能不是PBL的那些基本能力 就是我從來沒有在意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就是本來大家在意的那些基本能力 到底是什麼 什麼文族啊 離族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就是中二嘛 我中二年級就已經載學了 所以 後面的都沒有經驗過 所以 就是 對於那個學校的感覺 一直是處在中二的這個狀態 所以 就是我後面的這部分 我個人這個經驗有限 很難去回答這個問題了 那 前面的部分 倒是可以回答 因為我覺得我中二載學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 就是 怎麼講 就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這種說聲 從教育局的角度來看 我每天都有去學校 但是 實際上我每天都沒有去學校 這怎麼發生的呢 就是因為有校長的保佑 當時我就是跟杜惠平校長 那 那 非常國中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一想你跟我說 我一定要去念完國中 然後去念高中 也保送了嘛 然後到一個很好的大學 搞個G&A去國外 去某個我景仰的教授 當時我很迷那個 Dolphus Hofstadter 然後 去他的實驗室 然後去擔任一個Postdoc 你就可以一起跟Hofstadter 一起做研究啊等等 校長當時都是這樣跟我說的 相信 其實各位如果我來當校長 常常也會這樣跟學生說 但是呢 我就跟校長說 不是人家教授已經回我信了 我是在網路上面找到他的email 他的那個論文的preprint 已經在網路上面 我就找到 因為當時要做科展 所以所有相關的論文 我就 隨便這個寫信給這些朋友 那這些朋友呢 他方以前就諮詢網上 本來就跟人討論嘛 隔著螢幕也不會知道我才14歲啊 那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把我當作一個研究者 我就跟校長說 都已經在一起做研究了 你看我們email是這樣子 其實這我只是 改幾個措子而已 不是真的一起做研究 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那個教授 就已經認可 我是跟他一起研究的這個人員嘛 那這樣子的時候 校長這整套論述 就崩潰了 因為 就是我們一起做研究 他跟我說我的purpose 一直升去的purpose 是可以跟我喜歡的教授 一起做研究 那我跟我喜歡的教授 已經在一起做研究了 所以那我一天有16個小時 是醒著的 那我本來16個小時 都可以做研究的 現在我要浪費8小時 是在你的學校 那所以就是 那所以呢 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這個多文明校長 他很開明 所以他也沒有怎麼樣 他就看這些email片 想了一分鐘 想一想 然後就說 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上學了 我說那強迫入學 想跟你怎麼辦 教育局那邊 我幫你處理 所謂處理 是偽造文書的意思 所以 他從那一天開始 就偽造文書 我現在追溯期已經過了 所以 在當時 我中二的心靈裡面 就種下了一個種子 就是公教人員 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人 對 對 這個當然是sampling bias sample size 是醫用 但是 就是 你知道就是 對我人生很重要 因為 就是關乎我一天是 16小時可以做研究 還是8小時可以做研究 所以 這個時候 真的公教人員 就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人 而且他後來還幫我 說服我爸媽 所以 這樣子的程度上面 就是 這位校長可以說 是我一生中 最重要的一個貴人 那所以呢 對我來講 學校的價值 就是在有一個很開明的校長 他願意幫我去圍造文書 那現在 現在 現在不需要 因為現在有實驗教育三法 所以 不管是你是體制外的 這個 其實現在也根本就是體制內 因為是已經法制化了 的實驗教育 或者是 你在體制內 按照生理國家 新課綱 你可以少廷比修 少廷選修 教訓殺光 這些 那叫教育實驗 不管你是實驗教育 還是教育實驗 那我當年要的那個空間都有了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當然就 各位不用去 我不是鼓勵大家會造文書回政訓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 學校的價值就是 他可以按照學生世界的需要 然後去推薦他 到底是哪些社群 比較適合他 那我在中二中措之後 其實我也要去大學堂聽 那大學的這些教授 因為我沒有跟他要學分嘛 沒有跟他要畢業證書嘛 我是來做研究的 那所以 我的研究題目只要跟他研究題目 有稍微一點點重疊 欸教授都對我非常好 那我們是 就是甚至好到時候 像那個蘭婷教授 他現在已經就是 也規劃變成 就是我們民國的這個國人了 那所以 他當時還甚至每個禮拜 六固定的時間給我 叫做office hour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去他研究室 然後隨便想談的時候 就談什麼 所以 只要我自己有研究題目 我就發現說 任何學習階段的老師 都對我很好 因為這個老師 對這個研究題目 也有好奇心嘛 他不用浪費很多時間來 燃起我的學習興趣 我學習興趣 已經跟他一樣好了 對 那在這個時候 當然學校是非常非常有價值 因為他是一個 學術社群 而且我想學的很多東西 人文的部分 哲學思辨的部分 關於歷史的不同史關的部分等等 這個還真的就是 你要在這種課堂的情況下 大家討論這個思路 才能夠走通嘛 我自己坐在家裡 是不可能想得清楚的一件事情 所以 這個就是我覺得 學校真的非常棒 但前提是 我有這個purpose 而是這個purpose 跟老師的purpose 而是互相一致的 那我們就有一個追問 孩子要怎麼樣找到自己的purpose 我們可不可以幫他們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你可以跟他強調 每天都要睡飽八小時的重要性 我外面不離其中 你怎麼問我 我都是回到這個來 但這個很重要 尤其是當他這個neuroplasticity 就是他的大腦 還在一直重組的那段時間 他如果沒有睡夠 他白天學到的東西等於白學 因為他就是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 就丟掉了 那也沒有還給老師 就是丟掉了 那丟掉之後 他隔天還是在那種睡眠不足的情況下 他學習後就又變低 他如果隔天又睡得更不好的話 那學校的變低已經打了一個折扣 然後又記不住再打一個折扣 那這兩個折扣一打 那你週末怎麼補睡都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就是每一天 不是你能夠欠著的那個高一代那個利息非常高 每一天都要睡滿八小時 那這個我覺得是第一個真的可以幫忙的 因為如果是在沒有睡足的情況 然後他又找到自己的人生 自去指向自發的去探索 這個跟不同領域的人互動 然後玻璃心強化 那或者找到共同的價值啊等等 那是圓目求愈嘛 一個人睡眠不足的情況下 他怎麼可能做這種事情 那所以我們現在說 他去看到common purpose 或者說share purpose 因為有很多時候 小孩他關心的事情 他不一定是結構性的 大部分小孩一開始是關心他自己的事情 或者說他碰到的人的事情 那但是呢 這些事情你可以把它引導到什麼呢 引導到結構性面的事情 他不像說 像有一個叫做素養教室嘛 有本書這個公民科老師 公背的時候可能會看了一本書 講的就是說 小孩碰到切身的狀況的時候 你怎麼引導他變成社會的議題啊 那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公民老師可以做而已 任何人都可以做 我們在就是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總共17個大類對不對 那這17個大類呢 大概大致可以分成 經濟的永續 環境的永續 然後以及社會的永續 基本上不太可能說 你的學生關心的他個人的事情 跟這個永續發展目標的解決 完全沒關係 幾乎不可能的 因為在2015年的時候 聯合國已經邀請了全世界的人 討論他的個人目標 在不犧牲彼此的情況下 怎麼樣達到這個共同價值 那當然雖然我們不是求援 但是我們可以是裁判 我們也可以說 那我們在做這個17項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子去 台灣CanHelp 可以去幫助大家 那台灣的特色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環團 我們的社會部門 跟我們的這個經濟部門的正當性 差不多一樣好 沒有啦環團還是好一點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我們這三個是可以彼此監督 彼此制衡 然後也是彼此互相努力的情況 不會像在一些 就比較極權的政體裡面 他發展其中一個 要犧牲到另外16個的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的就是學生 不管關心什麼 他不會有所偏費 他不會覺得說 他為了要發展 他關心的是 其上下之其中的某一項 他要犧牲掉另外16邊的人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把日本有學派目標這個概念 放在學生的心裡 就是你做任何一個 對其他人都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 只要你是在這個廣架下做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好處 那第二個說 這可以引導他把一些 比較非常自利自私的 這樣子一些purpose 變成common purpose 就是他也有利他的部分 自利利他的這樣子 一個purpose 那而且這些icon 也都很漂亮 也都很好看 所以這個雖然不是 我們這個素養人工教學 總綱裡面 為什麼沒有這些綱 對 因為總綱制定的時候 這個還沒有制定 總綱是比較鮮的 所以我們來不及寫進總綱裡面 但是這個跟總綱的精神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契合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也是蠻建議說 就是運用網絡發展目標這個方向 去讓小孩的personal purpose 就可以變成common purpose 那只要有common purpose 你就會很省力 因為他每一個這十七個 都是一個國際性的非常大的社群 他加入這個社群之後 自然就會有很多自利利他的朋友 然後來幫他的忙 一起去累積關於這個SDG的目標的 就是所有人要學習的事情 請問那本書的名字是什麼 太快了 聽不清楚 素養教室 這樣應該就是theory就可以聽得懂 我有時候講的太快 是一個完全不知道我來講什麼 素養教室 捲舌的名字 發出 對 謝謝 有人補了完整 素養教室 冒號 學習審議民主 謝謝 從系統化民間出國發言 怎麼樣看得出哪一題是追問 我就是看那個最新問題 然後看一下說 哪一個可以在我的回答裡面 把脈絡放進去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自動判斷這是追問 雖然這是一個民主原則 就是靠大家投票 但是我還是有行政裁量權 就是說我可以判斷哪一個是追問 有人提出舉手 舉手的這個優先順序高 我們麻煩數位麥克風給一下 謝謝 就是謝謝在場所有的大家 有些已經提問到 但是我一直很擔心 我的提問沒有辦法在現場 這短時間之內回答 所以我就馬上舉手了 然後我想要問的是 因為今天聽到很多關於社群的 但我也很想去經營這些東西 但是整個課堂上的孩子 不見得他是今天的主人 他可能是今天在教室陪上課的客人 那我如何引導他 說假設用網路或用社群或其他的方式 然後來讓他說 他可以在學校學到東西 讓這件事情確實在他心裡建立成 這是一件事情 而不是讓他今天得過請過來學校 就搗蛋之後 引起老師注意 同學笑一笑 然後就回家了 其實怎麼讓他反課為主 對不對 OK好 這非常好的問題 對因為我們義務教育 非來不可 除非就是實驗教育或者圍造文書 這個都不討論 OK 我覺得在義務教育的情況下 要引發小孩來學習動機 在大班的情況下有期 這幾乎就不可能 那在相對中型或者小型的班級 是有可能的 那我自己教中型或小型班級 我也多少有點心得 那所以我就先分享一下 怎麼怎麼做 我大概通常都是用兩個做法 一個是說 它引起其他人注意 搞笑啊 導彈啊等等 那個是我們叫creative thinking 對不對 創造性的思考 那這個創造性的思考 其實你應該 就是我不說你應該 就是你可以考慮去鼓勵它 就是你鼓勵它多導彈 那這個是在這個心理治療裡面 這個叫做這個 Paradoxical treatment 就是說如果一個患者 他的主宿 是說我就是忍不住 會去你知道打撞球 但是打撞球是一個低下活動 現在不是了 但是當年曾經試過嘛 對 那如果這個他的治療師告訴他說 你就正大光明的 以成為撞球選手 作為你的人生治療 這個時候突然之間 他的那種guilty pleasure 就怎麼翻 壞確信 壞確信 好 那他這種壞確信的那種感覺 就消失了 因為你是正大光明的 就好像當時杜菲萍校長說 你明天就不用來學校了 所以我就感覺上不是逃學 我感覺上我要為自己的學習 負一生的責任 所以 你告訴他說 那你就以 就是成為撞球過程 或者是說 我不知道他怎麼樣導彈 塗鴉 成為這個 就是你知道 就是在塗鴉 在那個國際拍賣 可以賣到不知道多少錢的那種塗鴉家 就不知道有沒有塗鴉家這種講法 但是 就是說不管他用什麼方式 去進行這種文化干擾 你就鼓勵他成為文化干擾的專家 那這個時候 因為你是老師 你是authority 你又鼓勵他 好像就變成老師指派的這堂作業 而且只有他有的 突然之間 這種壞確信的那個 壞的感覺就消失了 然後就 只剩下確信的感覺 但這個確信的感覺 又不是小確信 因為你已經跟他分享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變成common purpose 變成比較大的這個確信 但這個 在大班真的很難做到 這個只有一個小班 才能夠這樣子操作 但是這個是真的很有效 就是鼓勵他去導彈 但是是用一個 就是很認真 很嚴肅的去告訴他說 這個導彈對於社會有什麼 公共的利益 公共的價值 你看那個塗鴉家 已經改變了世界 那些這個就是 導彈的朋友 已經成為了撞球的國手 那些電競的朋友 已經變成文化部的英雄 什麼什麼之類的 總是可以找到一些講法 這個就是你比我專業生 我就直接挺在這裡 所以這是第一個做法 就是去鼓勵他創造性的那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說有些人 他並不是真的有導彈 或者求取注意力 他根本就是那個學習型態本身 不適合他 那這個是很困難的 就是說 話比說他看起來好像 注意力缺失 那注意力缺失 所以他過動 可是他過動呢 也不是說你可以鼓勵他變成 就是跳舞選手 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他過動 並不是因為他肢體上面 真的有什麼天賦 或他對這個部分有什麼興趣 而純粹是因為這個學習 摩太不適合他 那這個你就 你前面這樣子鼓勵他也沒有用 所以 後面這個是比較嚴肅的一件事情 那按照正規的理論 就是通說 這個時候就要弄一個IEP 但是IEP真的不容易 就是你要不要做一個個人文化的 學習的方式出來 去把學習的摩太調整到那個摩太去 像我小學一年級的老師 就幫我做了一個IEP 當時我們還沒講 IEP這種概念的 就是當時我是數學課 那時候他就開始教加法 一加一雷二 一加雷四 數改量改這些東西 那我就舉手發問 說這個 老師你在講是幾經位啊 對不對 十經位的話 一加一乘兩等於二 但是二經位的話 一加一是不是應該等於一零 那因為二經位只有兩個數字 那我就開始跟老師 詢問關於經位制度的事情 所以老師當時就發現說 他的那個教學方法跟我喜歡的學習摩太 完全沒有任何交集 所以他當時就 不像我的國文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我也舉手 說為什麼我按照助音符號發出來的音 都跟我們現在講出來的音不一樣 因為助音符號當時是北京話的發音 我們現在的助音符號 尤其孕母的字都已經調整過了 但是那個國文老師還可以接得住 他可以跟我解釋說 本來照元人發明這個的時候 其實不是在這邊發明的等等 但是經位制這邊 數學老師已經接不住了 所以他就給了我一個很具體的建議 就是每次上數學課的時候 我就去圖書館看書 圖書館裡面有關於不同經位制的書 有高等數學的書 所以我每次數學課的時候 我很乖 我就一年級的時候 我就跑去圖書館 然後去自己看書 我不是要你對你的學生這樣做 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時候如果他真的學習摩太不一樣的話 你還真的得去切換學習摩太 沒有辦法 一定要在你的班上裡面 去完成全部的學習摩太 那當然之前有過很多學習摩太 改造的倡議 什麼翻轉教室啊 什麼 但是每一個都只能解決一部分學生的問題 沒有哪一個可以解決全部的學生的問題 因為人是非常多樣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還是要發揮創造力 不過你並不孤單 因為有功倍社群 所以還是可以討論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真的會比較花力氣 這個我也沒有假裝說他不花力氣 希望有回答到 好 其他還有舉手 主要問的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往下 好 OK 那有九萬朋友們問說 在教育改革的歷程裡面 有些人說這些都是既得利益值的軍備競賽 請問你在教育過程裡面 要如何兼顧社群背景較低的孩子呢 這軍備競賽當然它有一個前提嘛 就是到最後還是人跟人之間的競爭嘛 對不對 如果不是人跟人之間競爭 而是團隊跟團隊甚至正體跟正體之間的競爭 那其實根本沒有準備競賽這句話的存在 但是就是說我們在就是 好比說大學 我們就以大學為例子 現在大學需要學生的程度 高科學生需要大學的程度 因為很多原因 拿少子女化等等 那所以大學現在它不得不 因為你知道那個賣房市場 賣房市場地位對調 所以它不得不去考慮各種各樣的多元的方式 把學生能夠留在大學裡面超過一次 不然的話他就要併校了 或甚至要廢校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跨學系的學院本位的教學 或者是說以前都是說你跨院叫做斜槓 但是現在說不定以後跨院才是常態 這個在同一個學院會比較單槓 那等等的情況 現在都很實際的在高教端發生 那高教端呢 它也必須要吸引很多成年人 以前都只有EMBA嘛 才會來念這個就是高教端 但是現在呢 大家都會看很多學成學成學成 那就是吸引說 即使你已經所謂出社會 你需要補充一下管理學知識 你需要認識有序發展 你要做社會創新等等 你還是回來學校一下吧 這樣 因為堪題來講 只要一個人他能夠在醫生中 回學校兩三次 小生理話就不是問題了 對吧 對就是應該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是當高教端網 中生教育發展的時候 那意思就是說 班上的混靈會變成常看 就是充滿了一些 到了三十幾歲 需要學管理學 然後回來 到四十幾歲 需要學國貌 所以回來 五十幾歲要學永續發展回來 等等的這些 或者六十幾歲 他要主持一個合作社 到底要怎麼經營合作社務 他要回來等等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混靈會變常態 混靈變常態的 後面的一個意思也就是說 那你十八歲也就不要去念大學 也無所謂啊 因為反正本上都是不同年紀的人嘛 那所以如果你的高中教育 到了高三 不是以去念大學 至少不是以馬上去念大學 而是需要念大學才去念大學 作為人目標的話 這個軍備競賽 它就自動消解了 它有點像是法國的學制 就是任何人在任何年級 任何時候都可以去任何學校 念大學一年級的科系 不過一年級到二年級 大一到大二它非常嚴格 所以就你可以好像那個菜單上 tasting menu 就是第一口免費 但是你到了第二口 你就必須要證明 你有這方面的才能 跟有這方面的時間 所以未來我們的高校 但如果繼續往這邊 因為少子靈化 他不得不往這邊來發展的話 那就表示是說 我們這邊也不會說 好像大家都為了學測 在那邊聘同一年的學測 因為以前是說 你同一年的學測 如果考不好或怎麼樣 或者是說 那個像什麼 學習歷程檔案的那個 轉檔格式 沒有人家好 等等的這個排版 沒有人家好 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感覺好像軍備競賽 輸人家一頭 輸人家一劫 但現在是說 如果你本來就是二十歲 二十五歲 高興的時候 再去大選一下 那這樣的話 當然也就沒有跟你同年齡的人 或同班的人 競賽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不是說 偏向那邊 我們不要用 越偏向越先輕 五局的那一大堆標籤 全部投入到數位學習 跟數位健康 這兩個領域 這個我們還是在做 不是說不做 只是說 你就不會變成說 我想大家要在同一個年齡 都必須要上大學 這個實際上是總統證件 參選總統第一人證件 不過呢 這個堆減率非常的有限 那原因是這樣 當時還有個什麼儲蓄專戶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說你十八歲 如果不許念大學 而是自己先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那國家是幫你出 這一部分的這個費用 薪水的部分 而且還幫你存起來 你以後要大學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去貸學貸了 因為這筆錢已經可以足夠你去念大學了 這是一個同行成績 當時也有不少大學生來報名 但是呢 實際上呢 進入這個program的呢 那個KPI非常少 那個法術非常少 是可能就是整個教育部 KPI達成率最低的專案之一 所以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來報名 最後取消了 那為什麼呢 那都是說家長反對 家長不同意 那我們再問家長為什麼不同意 因為鄰居不是這樣子 別的小孩不是這樣子 那就是 你不一樣有什麼不好 到這個時候家長就回答不出來了 因為其實也沒有什麼理由 但是他不習慣了 那小孩為什麼要聽爸媽的 他還沒有成年 他才18歲 所以他如果要去別的地方 包括你要進入那個教育部的program 加上他簽字 加上不簽字 他沒有 不發生行為效率 那所以他早要取消 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那就是福利抽薪 就是18歲成年 下個會期就會通過了 18歲就成年了 所以他工作畢業之後 他自己簽個字 去加入隨便什麼program 我也沒有一定要賣教育部的program 他可以去交換學生 他可以去當志工 他可以去國際服務 他可以去島內移民 他可以去體驗不同的原住民族 或其他的生活 他高興就好 他去創業就業都可以 反正他家長如果反對 他自己簽個字就走了 那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 才是真正福利抽薪的方法 不然講什麼大概都沒有用 那所以就是18歲成年 那因為18歲成年 所以當然也沒有什麼16歲結婚找事情 大家都是18歲結婚 所以民法終於就是不再列於轉發了 就是民法跟轉發 會變成完全一樣的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有這樣子的情況下 每個成年人本來就是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任 那至於這個軍備競賽 我完全看這個18歲的成人 他有沒有把自己的人生想成軍備競賽 他如果想成軍備競賽 他高興去比賽 他是電競選手 那我們祝福他嘛 對不對 但他如果沒有把自己的人生想成軍備競賽 他想成說他要多方體驗 好像Steve Jobs在那個年級的時候 跑去寫書法 那他後來去弄麥金塔的時候說 麥金塔就是最能照顧書法家的電腦 這個沒有別人想得出來 整個IT產業 當時都沒有想過最能照顧書法家的電腦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他學過書法 他想得出來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當然就沒有什麼軍備競賽的問題 因為那就是他自己的人生的立場 所以社經被你叫低了孩子 其實如果看Jobs的生平的話 他是就是很苦的 小時候是很苦的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是靠著美國那種 就是18歲就已經成年了 你要為自己這個選擇付出代價 那但是呢 每個人的機會呢 也是均等的 你不會因為你的家長 不知道你學書法有什麼意義 你就不能夠去學書法 反正18歲就是大人了嘛 按照他們的那個觀點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他有看自己的一些自由 但是那個自由裡面 他有就是達到自我實現這樣子 所以當然有做到永續 就是他登出的時候 世界比他段落的時候 稍微好一點 這樣子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社經被研究的孩子 他最主要的還是 像教育部的大小學伴 就是不是說真的 大學伴教小學伴什麼 而是大學伴用身教 告訴小學伴說 你有這些社群 有這些免費的資源 那反正大家都是四九就吃到飽 這個偏向的速度還快一點 因為比較少人來分 那這樣子的學校 這些都是事實 對 好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那他就可以去用 這樣子比較多的資源 來達到 不可能網路取代馬路 但是一部分的網路取代馬路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那有其他朋友們問說 推動教育的政策 有人舉手嗎 有 不好意思 我們看到 那個政委好 然後那個 我是輔導老師 所以剛才聽到那個照顧 比較經濟弱勢的 或剛才你說那個中錯生 我都沒有逼他 但我們真的也有壓力 但是我會再更誇張的鼓勵法 那我也剛才想到弱勢的部分 其實真的我們那邊有很多 就是甚至安置的孩子在我們學校 所以反而 我真的看到那個 用網路媒體 然後 甚至看起來是智能不足 他都可以上網查到 玩史萊姆 會 手蚊不見 算不要 對 所以我很感謝是 我很感謝是 我覺得素養的話 其實相對以前面 之前在網路設置 有拍的那些超前部署 對輔導之上的支持 那我從 我覺得從書裡面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 反而是怎麼讓自己負責 在我不知道其他課 那我們來講 我自己個人覺得 覺察內心呼喚的事情 是重要的 所以書上有 你有提到三個你嗎 日常的你 吃飯的 寫詩靈心或宇宙的 第三個是網路的你嗎 那時候你是國中嗎 自己想說 中二 中二 對我本來想直接講 好 那時候是你 就是後來你整合為一了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切換不同面向 我講話也很快 然後我終於聽到一個比我快的人 我感到很 很興奮 有個飯的感受 對 因為以前覺得自己是不是怎麼了 好 那我想問的是 那你那個自己住在小五多久 然後是自己想的方法嗎 那自己料理三餐 還是你是看了什麼或透過冥想 然後你在那裡面我看到思考自己 然後跟怎麼樣比較可以快樂或痛苦 可是我看到這本書結論就是 因為你已經領悟到自己跟你就是一起分享一起快樂這個 只是我好奇中二的你怎麼會想出這個方法 跟在那邊住多久 然後那個小五還在嗎 謝謝 那我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裡面的那個性別我很喜歡 你說服裝其實不用透過性別是代表一個人的特質 那我覺得你的服裝非常好看 就見到本尊這樣 你是怎麼樣培養你參與的美學的 謝謝 謝謝 但是教務主任兼老師兼壯中 就是已經不剩幾個學生的那樣子一個情況 那在部落時很有影響力 但是他能夠影響的小孩變得很少 這個在很多平衡都是這樣子 那當時當然就是包含我們現在的很多人去跟他談 那把那個地方變成所謂的種子式校 種子實驗小學 那種子式校它是等於用一個即將飛校的一個校底 但是是用完全跳脫課綱的方式 可以說是第一個用公開命運模式來建立的 因為它是學籍是掛在一個公立的跟生校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它掛在公立的學校 那所以是這一位部落領袖 他本來自己就有在部落裡面 就是泰亞族自己蓋的那樣子的一些房子 對應該也可以叫做房子 然後小木屋 那其實泰亞族對那些都有特別的名字 但是我現在除了嘎嘎之外我都已經忘光了 這當時是知道的 那所以總之就是在他們的部落的一些 平常沒有在使用的空間裡面有畫一個空間 一個小木屋出來 那我只要就是不要踏出那個 因為好像每個地方都有它在那個部落裡面 就是文化的意義啦 就是我不要去別的文化意義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畢竟不是他們族人啦 那有一些是個人 就是也可以住的這樣子的地方 所以他有把他自己的這樣的一個小木屋 等於借給我來使用 他平常也沒有在使用這樣子 這是具體的地點的 多久 我記得是反正好幾個禮拜 但具體 對一個人當然當然一個人 那好幾個禮拜 但具體多久不是很記得的 但是我最後離開是因為颱風來 那在那個現前那邊颱風就是之前很嚴重的時候 甚至要國軍空投食物的到那個程度 所以就是因為有颱風來 所以就是不得不撤回山下 那所以大概我忘記具體幾個禮拜了 可能三到五個星期左右這樣 那吃什麼 那邊有那個portable的就是瓦斯罐 然後有帶一些泡麵什麼東西的 然後配罐頭吧之類的 那就反正就自己煮嘛這樣子 那你剛剛還問了什麼 是透過什麼過程是不是 還是看了什麼書 是這樣嗎 我以為自己一直想的 應該是有前面那個 那你在裡面有沒有帶手機 還是你想了什麼 那時候沒有手機啊 1995年 1996年 當然也有 不過非常非常昂貴 就是衛星手機 那個是可能軍用的等級 或搜救人員用的 那個我沒有帶手機 因為就是當時沒有買那種東西 然後 當時我有筆電 可是沒有帶筆電 然後當時筆電也非常昂貴 然後 我只帶一本書 那本書叫《微軟陰謀》 然後是一本很奇怪的書 然後現在還找到 但已經沒有再印了 那本書 我看了 有沒有上百次 因為反正只有帶那本書而已 好 然後 那本書作者就是 山中傑太太虛 我們現在都還不在聯絡 其實很好的朋友 那他們也是建議我說 像山中傑就建議我說 他都建中 反正也是一大半的時間都在請公家 所以他建議我不要去 那我從書裡面 或者說我那段時間 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整合 這個其實很難用言語來描述一件事情 不過我盡量 就是說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 並不是說 好像我是一個主體 我發現說 好像我只是一些思想的載體 然後這個載體呢 到了我這邊 我覺得它比較永續 就是值得流傳下去 那我就分享出去 我分享出去的話 我這個載體的任務 就已經完成了 我也不需要把這個當作我自己的思想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我的工作就突然變得很輕鬆 因為我只是增加它的基本傳播素 那是什麼 就是R值 增加值得傳播的思想的R值 那所以就在我的腦裡 它發生了突變 然後把R值增加 現在講這個好像怪怪的 在當時的想法就是 值得傳播的思想 我讓它更容易傳播 那這個就夠了 那就是所謂的一起分享起快樂 那這樣的話 我自己做到什麼完全不重要 甚至有沒有我自己 都不是很重要 那所以大概當時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 來進行整合吧 希望我回答到你的問題 對 那第二題是這支件衣服 那這支件衣服是 十二個回收的寶特瓶 加上可能五杯咖啡的咖啡渣 做成的衣服 那詳細的數字 可能有一些出入了 但是如果找咖啡紗紗的紗 或者EchoTech 就是GoreTech 但是前面是AC EchoTech 就會找到 那咖啡紗是台灣的一個 好像叫新菜公司 我們記錯的話 的一個 其實是台灣之王 就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材料科學 因為我們以前想到再生紙 或想到什麼 再生的產品的時候 都是downcycling 就是每一次大概就是品質 會變90% 90% 90% 這樣子下去 但是這個是upcycling 就是它比本來的那些寶特瓶 或者是咖啡紗的經濟價值還要更高 所以你每次回收之後 甚至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 所以這件它可以說是代表了循環經濟 所以任何人要我解釋的時候 我就可以立刻講說 你看循環經濟不是只是省錢 循環經濟是賺錢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所講的 經濟社會可以跟環境價值 可以互相加強 而不是好像環境價值 你要注重的 經濟價值要打折扣 沒有這件事情 它不是打個八折 它是打個十八折 這樣子 那事實上就是賣比較貴 那我是怎麼樣去累積 我記得說可以認識這位設計師 然後穿這個他設計的衣服 是不是 這位設計師叫唐宗謙 就是我堂弟 然後 但是我是在台北服裝秀的時候 因為他是獲選的人 認識他 是他的品牌做的體驗衣服 然後他自創品牌是因為他在巴黎 這個也研渡了很久 然後也得了那個什麼海耶的 反正是某個獎 好像還蠻厲害的 我不是西裝設計師 所以我們不是知道多厲害 反正據說很厲害 然後呢 為什麼他會跑去巴黎 是因為我建議他去巴黎 所以 因為我覺得說 巴黎的那個品味跟他比較像 他在台灣一直 應該是事件吧 沒有記錯的話 他一直覺得說 他想要做的不是材料科學 因為台灣的一個困難就是說 你如果對市場有興趣的話 你還是只能在現有的 就是比較像是材料科學 或者紡織業 或什麼東西的這個架構上面 去進行變化 這有點像說台灣的軟體工程師 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要在硬體的這個基礎上面 去進行變化 是一樣的道理 這也沒有好壞 製作國際分工上面長成這樣 但是我是跟他說 其實從巴黎的角度是反過來 就是你有一個理念 你有理念之後 你了解材料科學 像三寨醫生 他就用那個材料科學 去創造出一整套市場路線來 那所以這個時候 那這個說服聽是從軟帶硬 這個時候我們在軟體 就要從軟帶硬 那他如果不去巴黎的話 他在台灣很能累積出 這樣子一種思考方法來 也不是沒有成功的例子 但是就比較難這樣 那所以後來他就聽我的建議 那他後來完全不會發文 他就同學去發文這樣 好那所以最後就是 就是 就設計出這件衣服 對 那大概故事是這樣子 想要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看書整本看完會收到 就是從那個過程 然後要走在前面少人走的路 我覺得你的詛咒 就是讓世界變得更好 當然 當然 就是登出的時候比登弱的時候 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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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希望我回答到 谢谢 那我们还有要举手吗 请 没有问题 刚才因为郑伟有说 你在上课或刚才回应前老师的问题 有一些孩子如果不适合讨论 他可以 我反而觉得老师立场 譬如说我就是家里都吃素 以前二三十年的 那反而刚才那个问题 我就可以去外面图书馆了 我第一次说 身为一个老师 可能在未来的教育的体制里 可能也要了解不同个案 而我们真的在体制里 有一个勇气 去做不同的调整 谢谢 对这个很重要 其实就是 因为以前素食都跟宗教连结在一起 那所以会变成是说 因为我们在课堂上不要传教 这个是一定的 大概大家不会觉得 我们是正教合一那种国家 那所以就是课堂上不要传教 是约定俗成的 所以确实你在课堂上面炫耀吃素 感觉上就有点传教的那种味道 对 那但是现在运气很好 就是因为有文官法 在那边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 就像我以前 为什么派机器人去出席联合国会议 其实去过非常多次 那一次有直播被发生 就是媒体看到 然后他就把它扩印出来 扩印出来之后 就有人不得不举手抗议 不过他也没有离开那个房间 所以就出现一个很棒的潜力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派机器人其实只是因为我调时差很慢 那我就是飞到一个不同的时区 大家说差一个小时要调一天 但是我差一个小时要调一天多 所以其实我就是飞在飞去 身体很不舒服 那这个情况下 我只要能够派机器人 我就一定派机器人 因为我就是那天稍微熬夜 但是我只要隔天稍微早一点点 就是安排好我全部的行程 我就可以把那个行程 用没有办法睡到八小时 我可以做到六加二 或者是五加三 就是用午觉的方式 去把它稍微补上 所以这个是很棒 但我如果是真的要飞到那边去 我根本没有这个选项可以用 所以我都是派机器人 那以前其实是种比较自私的原因 并不是什么理他的原因 但是自从温关法通过之后 我就震大光明 我说我在减少探柱机 我飞这一趟飞机 我要中不知道多少克数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我就是一个利他的这个原则 然后在捍卫我这个 其实是利己的 就是我调食材很慢的这个原因 所以同样的 就是你吃素不管是什么理由 你现在都可以说 因为地产递销 我不会去买那种 就是从欧洲空运过来的 卤损的情况下 那素食怎么讲 都就是温室效应的气体的排放 特别是甲烷 绝对是比较低的 没有什么植物是去排甲烷的 应该没有吧 如果有的话就成 对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听起来就不像在传教 听起来就是在说 就是减换 这个地球 全球暖化人人有责 那所以如果用这条进路的话 我倒是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讲的 这样子 好 那还有要去收藏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继续回到网路上 OK 那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国中的新客康正常推动运作 这台挑战还是 胜血管道这个紧不重 尽管新客康要多化理想性 符合世界潮流 但还是这样请教 等着有关在新客康推动的看法 确实啊 你高教端不改 那国教端怎么改都没有用 这是事实上是在 那当然就是说 我刚刚的提议就是说 那国教端就不要去接高教了 没有盲场 就没有盲场言 对 那这是 福利重新的一个办法 所以你国教完成了就完成 高教有空再去上 对 那 这时候我常会提一些想法 然后这些想法当时听起来是很荒谬的 但是也许一年两年之后 发现就是 捷克的议长也跑来说 台湾你死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就说 还未必不会在我们有神之年看到 那但是就是说 各位当下眼前 因为没有发生这种高教端的彻底改革嘛 所以其实也很难想象说 国教念完 然后一大半的学生都不直接接高教 等等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还没有真的一步到那样子的情况 那所以这个问题就还是缺失的 我们还是要解决短期的这个问题 那我有两个具体的建议 一个具体的建议是说 我们可以说你一定要去念大学 但是你念大学的时候 你是在同时做社区的 不管地方创生也好 或者是去做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也好 或者甚至你在大学创业 那个叫做You Start 就是青年书的那个 就是在大学里创业 因为在大学里创业 创业失败 那你可以发一篇论文 大家都会支持你 意思就是说 你创业失败没有社会成本 你的社会会务行完全 由大学帮你吸收了 但是你如果大学毕业出社会 创业失败的话 那你好像有点不名誉 好像创业失败 所以就是说 你应该创业的时候 尽量在大学里面创业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这是一个学程 我创业失败 那都是我的论文的题目 我的论文研究方法 就是创业失败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社会都会觉得说 真的对学术有所贡献 这个不是乱讲 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你应该鼓励学生说 即使你没有办法逃避掉高教 但是你在高教里面做的事情 应该是你自己定义的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升学 这个紧箍咒的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你去了之后 你可以转系 你可以不分系 那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所以就是说 你无论Landing到哪里 你就去找那边的 U-START USR 刚刚讲的这些计划 那这些计划变成你去大学主要的目的 那这个想法叫做Capstone 就是一个 就是你去大学 只是为了完成这个 就是顶时 我不知道最后怎么翻 的这样子一个论念 那这个Capstone底下的什么东西 都好像点技能术一样 是你自己点的 这个有这个弹性的大学 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你无法摆脱高教 但是你至少可以摆脱紧固者 那这个紧固者摆脱之后 其实就就海阔天空 那因为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他18岁现在还不是成年人 但是明年我们法律一改 他真的就是成年人了 那这个时候成年人 就是要为自己负责任 那这个概念下 已经可以跟他讲了 因为都已经出委员会了 想必就是会三途通过了 那三途通过这个情况下 那现在超线部署一下 体验一下当成年人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大概没有办法摆脱高教 在今年或明年 但是可以摆脱紧固者 一定程度上摆脱紧固者 那这个还是回到PBO 就是Purpose-based learning 这样这个概念能够传递过去的话 那我觉得即使高教端 要花一点时间改 那你这边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希望你们回到这个问题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要站在你的成长历程当中 你怎么探索或者发现自己的兴趣 又怎么确认自己的兴趣呢 此外在研究和工作的过程里面 所谓想做的事情 如果跟所谓必须做的事情 发生冲突 也就是兴趣 如果是义务问号 你们怎么做心理调试呢 这个其实严格来讲是四个问题 四个问号 好那我们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稍微认真处理 就说第一个 我其实从来没有确认过 这是我自己的兴趣 这应该从反面来表述 就是我做的事情 就是去确保说 我不会因为挫折经验 麻痹经验 习得的无助感 等等的这些问题 来抹杀掉我对任何事情的兴趣 所以我到现在 对所有事情都还是有兴趣 所以我不用确认 因为确认的意思就是说 你确认别的好像不是你的兴趣 只有这个才是你的兴趣 但是那个是传统上面 好像说你往一个兴趣发展 你就是要往这个半人马座 这个阿法行 还是什么什么行 就是往特定的这个星座 那边去航行 那但是 星座完全是人为的 就好像学们这些兴趣的 这个全科什么 也都是人为的嘛 那所以 就是你自己 如果有你自己的方向的话 你那个方向旁边的星星 你自己把它连起来 把它叫做一个星座 也没有人能够说你错啊 那事实上 就是按照自发 或动工法的原则 应该这个才是 一声一刻表的精神啊 那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你的这个方向 你不用牺牲别的兴趣 你还是可以加强 这一部分的兴趣嘛 那等到你的范围越来越广 尤其是个人的purpose 变成群体的 共有的purpose的时候 那你这个星系就扩大了嘛 就是放下相同的星系扩大了 你可以结合到更多 从不同的地方起跑 但是往你的common purpose跑 但是这个朋友嘛 那是这个力量 就是加重的嘛 而不是像竞争一样 像是互相拔 彼此排挤掉 就是这个力量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是不断探索 但是从来没有确认过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想做跟必须做的事情 发生冲突的话 那要怎么做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对我来讲 必须做的事情 就是吃饱跟睡到发生室 吃饱睡到以外 我们有什么必须做的事情 好 那所以发生冲突 那就睡个午觉吧 他不会发生室 对 或者是说 这个 晚餐饿肚子 那隔天前吃个早餐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 已经吃饱 不要吃太饱 那有时候 有时候会去用个什么 蒟蒻面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我处理都是这种 已经非常细节的 这种东西 我实际上工作 就是上次我去 好像是竹中 竹中竹林联合学联会演讲的时候 他们问我说 不去念大学会不会饿死 因为我提出刚刚那一套讲法 我说你不去大学 还要加上不吃东西了 才会饿死 所以在台湾有社会安全 请控一下 你要饿死还真的不容易 说真的 饿死真的很难 在台湾 所以 就说 你不会饿死 的情况下 那大概就只有 睡不睡得饱 那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那所以只要确保说 你是用键盘 或者是说 用触碰笔 而不会对滑动式的 一目诚意 那大概就已经睡得饱 那这样子的话 我不管是想做的事情 是什么 反正我有16个小时 可以做 那是不可能发生冲突的 希望有回答到 这一个部分的问题 那所以最后是怎么样 做心理调试 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就是我必须要睡到 4加4 或者5加3 或者什么之类的情况下 我调试的方法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去 去乐场 这个是书里面也有的 就是说 如果我在睡前 不小心看到 这个让我就是 很激动 很生气 很不舒服 的一些字眼 通常是视觉刺激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去用别的 好比像说嗅觉 或畏觉刺激 去把它 冲淡掉 那like literally 冲淡掉 就是因为我家里面 有大概20几种 不同的茶包 然后呢 我只要去找 两种我从来没有 混合过的 C272 这个400多种 不同的 不同的 方式 对 那反正 我就这个 就是一起放进 杯子里面 然后倒个热水 那然后这个时候 不会急着去 回应那个视觉刺激 我就让它在我的 就是视觉里的 音响里面停留 那我同时 却会有这样子的 一种茶 那一方面 它是比较放松 我可以睡得比较好 那二方面是说 因为这对我的 大脑来讲 这个视觉刺激 虽然是新的 但是这个 嗅觉味觉刺激 它更久 而且是 更持续 那虽然而且 它是后发生的 那所以就是 按照这个 Long-Term Association 就是长期联想的 形成原理 我只要那天 有水沟 我以后想到 这个不舒服的 字眼的时候 我一定立刻想到 那个很舒服的感受 那所以 这个是 就是后面 我看到 就是不舒服的字眼 我就想到说 这是 牛棒茶 加上薄荷茶 的那个味道 还蛮好喝的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我以后 再看到这个 我心情也不会不好 我那天也可以学得很好 所以大概就是 透过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拍照精神按摩 精神按摩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揉开 那个痛点 就是方疗师也是这样 就是揉到一个痛点的时候 那它就放点什么香氛蜡烛 还是什么东西的 然后让你稍微放松 我那个痛点揉散 你下次再不揉到 同样的地方 就不会痛了 所以大概这个是 我心理调试 这个方式 好 还有大概不到十分钟了 有十分朋友问说 这个 请问赵文对政府最近 积极退到创与教学的看法 创与教学 以我的理解 就是说 不要把它当作外国语学 还是把它当作 你要学到一个学们 所使用的 那个工具性语言学 就像我是对数学有兴趣 所以我去学城市语言 为什么 因为城市语言 可以帮助我去 把算术的那个 我很不擅长的部分 我算常触发 每次都算错 的那个部分 它可以自动的帮我解决 所以我只要掌握数学原理 但是我不需要去做算术 所以对我来讲 城市语言 当然里面也是英语 就是这样 所以我学到那个英语的词汇 是因为我想要去掌握高等数学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高等数学的很多概念 用英语表示 是相当通顺的 那我们要翻译的话 也是可以翻译 但是城市是看不懂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自然而然就学会 跟高等数学有关的 英语的这个词汇 那这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问题还是在 你那个小孩 要对高等数学有兴趣 他是对他都说 你没兴趣 你这一整套 完全不管用 对 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说 怎么样子引发 他的那个兴趣 而那个兴趣 又是一个线上 以英语为主 或者是以法语为主 如果是时装设计的话 对那个这个社群 所使用的这个 Lingua Franca 对吗 法语嘛 对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他才能够去 用它当作第二语 而不是当作外国语 来进行学习 但是还是一样 Purpose-based learning 没有这个的话 那这个还是 就是纯粹形式而已 有五位朋友们问出 什么社群 或者推荐学习资源 可以帮助学生的 自主学习 我觉得slido蛮好的 slido真的很好 我们在这个 特别是就是像 学联会这样子的组织 要去演讲的时候 slido上面很多 都不是在问我 都是在问在场的校长 或者是校务主任 就是他们学校里面 关于什么 不能带外事 不能自己订便当 学校为什么要脱掉 学生的摩托车 那是中山大学那边问的 那个还有很多啦 就是说 凡是关于这个 他们校务里面的 这些事情 那大家都非常踊跃 那然后校长都会跟我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 学生讲过这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真的是问题吗 那我就说 因为这匿名的吧 就说谁要举手 让你知道 那他就是帮忙挂铃铛嘛 那这个可能听量进入 也没有用吧 就是那个学校的勇气 的程度 非常大的 但是因为匿名 然后又有这个 几十个人按赞 那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至少在场 对不对 七十位学生 有六十个人帮我按赞 那这就表示 这真的是很困扰 大家的这个问题 那刚好唐空在嘛 所以唐空一定会 把他念出来嘛 你知道高票 我就一定念出来嘛 但是校长不得不 面对不得不解决 所以这个其实 我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我们不是 只是说学生代表 参与科码会 或者学生代表参与 那个什么服装 仪容委员会 什么之类的 就是反正现在有很多 那个就是校园 学生参与的这个方法 但是其实议题 我们很老实讲嘛 90%以上 都是大人设定的嘛 那学生自己来设定议题的 可能十之一二 就已经不错了 但是像slido这种方式 就是类似群众母子 重包的这种方式 它可以很有效的 让学生来设定一题 所以你的居数也不用大 也不用多 你就是一个月 或者甚至是两个月一次 你就是透过slido的方式 然后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 关于校园的这个题目 甚至你可以说 居数率最高的 就只有前三题 那前三题 我们这个月就处理三题 我处理两题 好了 这个月处理两题 那这个月处理两题 学生就会觉得说 我动员起来 我组织起来 我不是来抗议 我是来提出 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解决方案 真的要你行你来啊 那这个时候 他的那个自主学的动机 就非常高 因为对他来讲 这就好像slido 按三立刻往上扶一样 他马上可以改变 他的同学的生活环境 而不是说 他好像要到 他长大的才会了解 他现在学的这个东西 有什么好处 这些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要不要说 指甲油酸不酸 服装油 的这种题目 这真的都可以讨论啊 我自己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 有一个辩论的活动 那是辩论说 同学是不是都应该 穿同样的制服上课 那那个就是 我当然是反对 但是我抽到正方 所以我不得不去想说 那就好像这个 你知道 班中南军节 就是说 如果这个制服 是所有人一起讨论 一起设计出来 它代表这个班的精神 而且就是下一班 又可以再设计 自己不同的制服 这还不错 真的 对 就是因为我抽到正方 我不得不找出一些论点 但是 这样子的情况下 对我的自主学 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等于被迫 要去考虑 我本来没有考虑过的 那一边的想法 那公共事务的特性 就是这样 就是总是有 另外一边的想法 但如果不是透过 像Solito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根本不会知道 另一边怎么想 那所以 这个题 就是像素养教室 那样子的讨论方法 我觉得对自主学习 真的是很有帮助 那这也是一种 很具体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资源 好的 那 还有25题 所以 QQ OK 可能没有还完全去 回答完了 所以直到 直到回答最后一题 好 这就是最后一题 就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信念 如果在通用政策的时候 站在真正中立 与协调的立场 如果不再挑拖 自己的同温层的时候 看到意见 而脑冲洗 我擦底 好 那 是一位俊老的朋友 好 就是 这个 LTT 下面在电脑 就是说 我们有 八位朋友们 想要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是 最后一题 不是很正确的预设 就是我并不是 总理的立场 我是站在 每一边的立场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站在每一边的意思 是说 你不管持什么立场 我可以帮你辩护 那我如果不能帮你辩护 是我的错 我应该要多跟你相处一阵子 直到我可以帮你辩护 所以 中立是说 我不帮任何一边辩护 我只是让他们彼此之间协调 选每一边站是说 每一边 我都可以觉得 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那 举例来讲 数位身份证 其实数位身份证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很像结婚不结印当年的那个情况 就是我80岁的阿嬷 跟他的朋友 我阿嬷从来没有用过ATM 他从来没有用过他的金融卡 他如果要提款 都是去邮局 然后去写他的名字 写提款的那个 那个提款单吧 因为我没有写过几次 我已经忘记了 那个刷一个好像叫唇部的东西 然后他可以就是 好像就分三十账本 没有分三十 就一个账本 那然后他可以在那个账本上面 看到很缺人这样子 如果他办的事情需要收取费 他会从口袋里面逃出零钱来 然后他就知道说 他不会被转账 转走很多钱 因为他逃出52块买口罩 就是逃出52块买口罩等等 那所以就是说 对于这样子的长辈来讲 那我们的数位身份证的数位的部分 对他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要说服阿妈 我们要说服阿妈 我要站在我的阿妈的立场 来讲这个政策 那这个政策 我要告诉他的是说 现在的六代卡 现在的身份证 已经很容易被伪造了 这个他听得进去 或者是说 现在他去办手续的时候 可能这样一翻 就知道他住哪里 因为用户籍体制 那我们新的身份证上面 这个已经拿掉了 没有户籍体制了 那所以这个呢 可以让他就是比较不会 因为他很害怕说 我讲什么 讲到他的时候 记者就会去堵他 那所以 这个他真的听得进去 所以他没有很想要 让大家知道 他户籍体制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换行的身份证 对他有好处啊 他的好处就两个嘛 一个说他身份不会被伪造 第二个说 他不会不小心被翻到背面 看到户籍体制 其实这个对他 就只剩这两个好处 这两个好处就很够了 那所以对他来讲 他的这个其他的晶片 什么密码 锁卡 自动灯达 这个你要演讲的时候 你可以感应一下 户籍地址就不会写错啊 这个名字不会被辨认成 雪国男 还是杜国勇啊 什么之类啊 就是 这些对部长来讲的好处 对我妈不是 很 care 说真的 所以对我妈来讲 他就是防卫比较好 而且对他来讲 就是他不会泄露他的户籍的客户 那其他的部分他不用 没有人强迫我妈用啊 那他用这个新的卡片 那他把他的就是需要的这些资讯啊 基督嘛 什么东西 列印出来 粘在身份证的背面 刚好把镜片盖掉 那这样子 他就是一张进入六代卡模拟模式 但是防卫比较好 各自比较好的期待卡 到这个程度 我妈就同意了 她说很好 有什么不好 结果就赶快换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你要正在他的立场来论述 你如果是在别人的立场来论述的话 他听到的每一项 都让他更不安心 所以这点还是很重要 就是自主选择 他如果觉得他手写自己的名字 他高兴 那你应该要告诉他说 就是政府的任何服务 都不会取消掉 资本的那个流程 不会你以后到邮局 你如果不刷晶片 你变成不能提款 他担心的是这件事情 那所以这个我们就已经很明白 写下来说 任何的服务提款 就不能够强迫来读取晶片 一定都一定要保留 所有的资本流程 那到这个程度 我妈妈就觉得 那你换就换啊 换的也不错啊 漂亮等等 那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概这个 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眩眉边站 那也就没有什么 同位层的问题 那今天先回答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之前的观众 我有非常耐心的 解答各位的问题 那刚刚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 已经有发下去 那个QR Code 那就请大家帮我们 做一个简单的回馈 那我们 给大家吃饭去